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金灵梦夜罗里第七集已经开播了 王墨已经找到了火灵主的所在地 接下来就是如何让火灵主统一王墨的请求 让王墨继承他的能力 不过由于王墨很有可能是火灵主的女儿 所以火灵主应该能在王墨身上察觉到一些蛛丝马迹 火灵主对于王墨还是非常信任的 可能这就是妇女间的羁绊吧 王墨在继承火灵主能力的时候自然会受到很大的痛苦 而火灵主看到王墨那么痛苦 也流下了心疼的泪水 继承了火灵主能力后的王墨身体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但是实力确实变强了很多 而王墨也将以火仙子的身份重新出场 这时候的王墨甚至能够打败邪割女王曼多拉了 到时候王墨很有可能和曼多拉有一场大战 之后坐上先进女王的位置 王墨小时候因为没有爸爸而被伙伴们欺负 如果知道了眼前被封印的火灵主 就是自己的父亲后做何感想的 好了本期视频道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对于今天视频有什么样的看法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